1945年,美国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并成功打击了日本。 然而这枚原子弹成功的背后,却离不开一位华裔女科学家的努力。 她就是吴建雄,吴建雄有东方居里夫人的美誉。 她在美国研究物理几十年,获得极高的荣誉和地位,却留下一眼,要求将自己葬回中国,并声称自己是永远的中国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官史之窗,今天来聊聊造核弹的女科学家吴建雄。 1945年7月16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试验,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三一试验场成功进行。 只见高塔上瞬间绽放出太阳一般的耀眼光芒,紧跟着便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集体沸腾了。 这意味着人类再次掌握了一种全新的能量——原子能。 本就不大的实验室中,一群高鼻梁蓝眼睛的西方科学家正在尽情欢呼,但就在他们当中却有一个女人。 而且还是一位东方女性,她就是吴建雄曼哈顿计划中唯一的女科学家。 半个世纪之后,吴建雄在美国逝世,然而她的墓碑上却赫然写着一个永远的中国人。 这位身着旗袍造核弹的女科学家吴建雄女士身上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的故事,又是何人在她的墓碑上刻下这样一句话呢? 1912年,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革命党终于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也正是在这一年,吴建雄在上海出生,当时社会上整体风气尚未开化,吴建雄的父亲吴仲义的思想却非常开明。 他在很早之前就接受过西式教育,对男女平等的理念非常认同,故而在吴建雄出生时,就不顾家中长被反对,以男孩的牌子法为吴建雄取名。 吴仲义格外重视子女的教育,他曾经对吴建雄说过,咱家的孩子,无论男女都要读书,尤其是女孩,读的书越多越好,看见的世界越大越好。 吴建雄的父亲学识渊博,思想开明,认为女子也应当接受教育,吴建雄在父亲的影响下,性格独立坚毅,努力上进,对万事万物都有着深厚的兴趣。 吴建雄11岁时,前往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开启了自己的求学生涯,那时,他本以为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老师。 苏州第二女子师范是当地著名的学校,经常会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内演讲。 这种教学模式开阔了吴建雄的眼界。 面对那么多的新鲜事物,吴建雄被深深地吸引了,西方对科学的研究也激发了他强烈的好奇心, 他不再想毕业后做一名老师,而是想去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在校期间,吴建雄本就天资聪明,又学习刻苦,很快,六年后,吴建雄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被保送到中央大学。 1930年,吴建雄收拾行囊,来到了南京,不过,吴建雄一开始, 并没有选择自己将来贡献一生的物理学专业。 而是选择了数学,后来,他又是为何转变了想法呢? 1934年,吴建雄以出色的成绩从中央大学毕业,毕业后,他来到浙江大学担任物理系助教, 一段时间后,又进入了中央研究院工作。 吴建雄经过这些年的交流学习,他深刻地认识到中系物理学研究的差距, 知道眼前的条件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的学习和研究, 更深知国家需要物理方面的人才。 经过师长的鼓励,他决定前往国外求学。 1936年,吴建雄怀揣着远大的梦想和渴望探索的心。 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飘洋过海, 心怀憧憬地来到了这片物理学茁壮发展的沃土。 吴建雄进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批顶尖的物理学家, 发明回旋加速器的欧内斯特·劳伦斯, 后来被称为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人, 他追随他们,如鸡四渴的汲取知识。 在这里,他也遇到了自己相伴一生,相邪相助的人, 那就是他未来的丈夫袁家刘, 二人身为同窗,经常共同学习,思想契合, 逐渐情投意合,年轻的吴建雄,美丽聪颖。 才华出众,是许多人私募的对象, 但他只钟情于袁家刘, 袁家刘也默默在他身后支持他, 让吴建雄得以全新投入研究。 1944年,吴建雄被曼哈顿计划邀请成为该项目的工程师, 而当时他还没有成为美国公民。 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原子弹的时候, 有一个项目非常难解决, 很多科学家都无从下手, 正是吴建雄通过夜以继日的检查和实验, 最终克服了这个困难, 后来原子弹爆炸, 很多科学家把吴建雄称为原子弹之母, 光是这个称号就足以证明吴建雄的能力有多高。 除了原子弹, 杨振宁和李正道因为宇宙不守恒定律获得诺奖, 也和吴建雄有一定关系。 然而, 他没能和两位科学家一起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奖, 正因如此, 吴建雄没有意义, 当有人对他的不公平待遇不满时, 他只是说他热爱科研而不是诺贝尔奖, 他做研究工作不是为了得奖,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 他从未放弃物理研究, 同时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甚至成为了美国物理学会主席之后, 他受邀成为国内某著名大学的名誉教授, 给同学们讲授他毕生的研究课题。 80年代, 随着中美关系的和解, 他向漂泊几十年的吴建雄, 终于得以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 春风又绿江南岸, 慢慢归城, 终有一轮明月照耀着游子回家的故房, 踏上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徒弟, 望着日新月异的祖国, 这位在国际上展示中国人力量的伟大物理学家热泪盈眶, 决定为祖国的建设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吴建雄特意回到了母校明德学校, 为母校的建设天砖天码, 他出资捐赠了一栋教学楼, 名为紫薇楼, 同时, 他还自掏腰包设立了基金, 给学校优秀的老师和学生发放奖金, 以此激励师生们自强部锡, 努力拼搏, 后来, 明德学校还建立了吴建雄科技楼, 无数的学子在这栋楼中学习进步, 在先辈的精神鼓舞下汲取知识。 吴建雄还收到了南京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等名校的聘请, 成为名誉教授。 很快, 吴建雄的成就和名誉吸引了大批励志从事物理研究的学子进入学习, 为我国科学领域源源不断输送着人才。 同时, 吴建雄还在南京大学, 也就是曾经的母校中央大学开展讲座。 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所智所学传授给深深学子们, 这个举动燃起了众多学子对物理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后来, 这些高校还专门以吴建雄的名字设立了奖学金, 这份奖学金成为学子们奋斗的目标, 鼓励学子们砥砺前行, 吴建雄也成为他们前进路上的榜样和标杆。 东南大学后来专门建造了吴建雄纪念馆, 并创建了吴建雄学院, 这所学院迄今还是不少学子奋斗的目标, 为国家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 另外, 我国物理协会还设立了吴建雄物理奖。 以此来奖励我国取得优秀物理成果物理学者们, 鼓励他们做出更大的贡献, 希望能有更多的吴建雄为我国在物理学研究领域发光发热, 占有一席之地。 1990年的时候,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了一颗编号为2752小行星, 为了纪念吴建雄的科研成果, 科学院将这颗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吴建雄星。 事实上, 在留学期间, 吴建雄一直在寻找拯救中国的方法, 然而, 当他学业有成, 想要回到祖国时, 却被美国人顽强地阻拦着直到晚年。 他才如愿以偿地回到了祖国的土地上, 在美国的几十年里, 吴建雄从未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吴建雄去世前留下一言, 希望能葬在家乡, 并在墓碑上刻了一句话, 一个永远的中国人。 吴建雄的故事仍然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中回响, 从女科学家吴建雄身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爱国主义和爱家精神的伟大, 当今中国社会仍然有很多年轻人盲目重扬媚外, 他们的想法和做法是非常不正确的, 作为中国人, 作为炎黄子孙, 我们心中永远要有一个国家。 心中永远要有一个家,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如今, 吴建雄虽已逝世多年, 但天上的吴建雄星仍然存在, 正如他的奉献和拼搏的精神, 至今还值得我们学习, 他对国家的热爱也永远值得我们钦佩。